第十一章 言出法随 处理好伤势 楼成没急着离开 返回酒店 而是留在专属休息室 旁观第二场半决赛 虽然所有人都相信 麒麟董霸先拿下胜利不成问题 但实战之中 永远充满了意外 楼成也不敢拍胸口 保证人力一定会输 在擂台之上 绝对的实力不等于绝对的胜利 因为影响结果的因素 还有很多 比如心态 勇气 毅力 性格和重视程度 身体状况 精神好患 相克与否 在没有大境界差异的情况下 如果机缘巧合 三品的外纲 也不是不可能赢五胜 只是概率很低很低 当初前东楼 被龙王打得几乎崩溃后 战斗中总是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 以至于犹豫不决 连输给二品三品的对手 花了一段时间 才摆脱阴影 走了出来 所以 有着准一品 或者若一品水准的任力 比董霸仙 也就差了一筹 若珍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撒手锏 又在正确的时刻 正确的用处 再加上一点 对方的骄傲和轻视 结果 未必不会颠倒过来 对大部分超一流而言 迎战正常一品十 十场里 可能会赢那么七八场 但若 具体到单独的一场 还真不好说 一定能赢 若非 如此 爆冷这种事情 压根不可能会存在 头衔战 也不可能会存在 那将倒退回古代 每年龙王和五胜 约战个一场就行了 楼城喝着热议 悠闲自得地看着大屏幕 开打以来的发展 完全符合众人的预期 任力靠着封部身法 在董霸先咄咄逼人的进攻下 游走缠斗 耐心消耗 时而做出反扑 过了三四分钟 任力逐渐落入被动 只能苦苦支撑 又一阵子后 他时不时便显向还生 失败 似乎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个过程中 楼城看见他用出了不少新东西 源于封部 温部 但又打上了本身烙印和特点的东西 可都被董霸先强势破解 快结束了 楼城边感慨 边掌控身体 从细微之处开始进行修复 就在这时 就在任力比无可避且 似乎丧失了防御智能时 纯净见光炸亮 带着永不服输的色彩 直奔董霸先而去 碰 任力被一掌拍中 倒飞了出去 口中涌出不少鲜血 而董霸先神情古怪地立在原地 被那口长剑贯穿了身体 搅出了争獰伤口 扑通 任力落在场地之外 挣扎了几下 都未能成功站起 裁判一边宣告董霸先获胜 一边示意医护人员尽快过来 看到这样的变化 楼城一下皱起了眉头 以董霸先层次和实力 不该挡不下任力 最后是孤注一掷的攻击才对 为什么会慢啊 半拍 只能以伤换胜 伤得还挺重的 很快他联想到了人力 在丹静时施展过的暗箱 于是将之前三分钟的画面 一幕幕重现于脑海 发现董霸先的迟缓 飞时一下出现 早有征兆 只是不那么明显 让作为旁观者的自己 未能看出 这是暗箱对应的外纲秘法 空同院以风部为核心 柔和温部 残天的成果 恐怖的生化武器 这和风部的身法结合起来 会不会显得太可怕了 还好齐天剑逢制 一直没涉及这个领域 楼城收回视线 心中已有了判断 董霸先的伤势 恐怕比外在看起来还要严重 可小哥同学 这是一语成衬了呀 楼城将此事 分享给了重新忙碌起来的严哲客 然后缓慢起身 会和欧慢 坐车返回了酒店 他刚入套房 扑地收到了落后宁子彤的电话 你最近着法远神森开过光 这运气 简直让人羡慕极度恨啊 他努力学习着孩子们的网络用语 以保持精神的年轻 但没发现 这都是几年前的潮流了 怎么了 宁姐 楼城大致猜到是董霸先之事 但疑惑于落后 竟亲自打电话来感慨 宁子彤轻笑一声道 我从组委会收到消息 董霸先多半要阴商退赛了 空同院那小姑娘 还真够狠的呀 当然 吉娃娃可比哈士奇阿拉斯加这些大狗很多了 楼城先是付匪了一句 接着猛然愣住 等等 董霸先要阴商退赛了 那我不就被保送精最终挑战赛了 这 这运气 我想都不敢想啊 楼城敷衍了几句 等到落后挂断电话 都还觉得此事太过梦幻 不敢相信 他随手点开微博 刷了一下 看见贺小伟有新的内容发出 据内部消息 董霸先也许要阴商退赛了 瞬息之间 他底下多了几十上百条回复 我擦 直接退赛了 又一个毒奶受害者 而且效果极其惨烈 给跪了 向毒奶教主致敬 你才奶了他一口 他就受不了 这功力简直堪比FGW的因果律武器了 无敌了 也许是因为有韧力的幸运加成 可得意是楼城啊 他一定开谈做法了 唉 如果董霸先拿到挑战权 面对面百分之百的龙王 还有赢的可能 但楼城嘛 还差得比较远 七月份武圣战将毫无悬念 是啊 没意思 反正都是龙王营 楼城看得嘴角一抽一抽 只觉这事太过玄幻 忽然 他有消息进来 源自嘴王蔡晓明同学 橙子 你呀 最近踩狗屎了 楼城好气又好笑地回复道 你拉的 就在不少朋友因此是找他时 严折科也忙里偷闲道 害怕 难道我成乌鸦嘴了 哪有 这叫一语成衬 金口玉牙 言出法随 人品光辉照耀 楼城含笑夸赞道 闲扯之中 他手机再次响起 又是落后 宁姐 董霸仙确认退赛了 接通之后 楼城脱口问道 宁子彤呵呵笑道 没 我是告诉你 他伤的是很重 但决定继续参赛 反正就那么一场了 以董霸仙的骄傲和自大 肯定是认为 半残的自己 也有可能赢你 而且把握不小 楼城听得笑了一声 只觉战意一点点在涌现和燃烧 那我拭目以待 第十二章 预备 5月21日 晚上8点 九问关 四周看台人山人海 呼喊震天 楼城立在中央 莫名想起了大学舞蹈会总决赛的场景 一时恍如隔世 他的前方 董霸仙离开出口 一步一步行来 身穿色泽浅白 夹杂深红的舞蹈服 个头高大 足有一米九出头 但却不显笨重 反倒有修长之感 董霸仙并脚往上梳起 头扎古朴 发迹 五官不算出众 但线条分明 轮廓刚硬 自有几分阳刚威猛 屁蜜天下之态 他的脸色称不上太好 龙行虎步间 依稀能看得出隐藏的不适 以至于未曾 展露气息 做精神之交锋 等到他停于预定位置 裁判瞄了眼腕上的电子表 推了下墨镜 举高右手道 对话时间开始 董霸仙望向楼城 眼眸中残留着少许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桀骜不逊 他嘴角微钩 平缓开口 我知道自己的伤势比你严重很多 今天赢的希望确实不大 咦 没我想象的骄傲和自负啊 楼城略感 错愕 于是收敛思绪 静待下文 董霸先偏了下头 目光尚移 凝视着穷顶的灯光道 比起麒麟这个头衔 我更怀念我的王者称号 我可以被击败 但绝不会认输 哪怕只是殷商退赛 除非我已经没法行动了 这就是战王的理念和意志 说着这里 他微微笑道 再说 又不是一定会输 尝试一把拼一拼 还会有希望 直接退赛的话 则没一点可能了 哪怕这个希望不大 我也要 竭尽全力地去追寻 董霸仙的气势 豁然勃发 穷顶洒落的光芒 似乎被无形之物吸引 牢牢附着于了他的身上 为他披上了一件纯净 而灿烂的盔甲 那种挺拔 骄傲 强横 屁腻的感觉 直冲云霄 被他的话语感染 楼城也是战意勃发 腰部一沉 含笑回应道 我也会拼尽所有的追逐胜利 两人不再言语 气势勾动 天地 改变了场馆内的气象 有骤光 试图照亮一切 也有暴风雪 想要掩埋万物 裁判一步一步退至边缘 等待片刻后 举高右臂 猛地挥下道 开始 蹦 董霸仙身披光之狭配 一步迈了出去 标准的进攻姿态 楼城硬尖动 腰背一晃 身形转折 顺着暴风雪之势 侧击对手 就在这时 董霸仙舞蹈服下一根根筋脉夸张凸显 宛若骄龙 他的身体 活地消失 以超音速的恐怖 闪现于楼城身前 实质撞了过来 毫无花哨 东黄金书 顺步 战斗从一开始 就变得激烈 几分钟以后 久问馆场地内布满了坑洞 到处是飞扬的碎石 融化众名的琉璃状事物 以及烧焦冰冻的痕迹 最大的那处浅坑里 楼城和董霸仙 相隔只有两三米的个子躺着 形容皆异常狼狈 眼前一阵发黑后 楼城缓了过来 只觉精神近乎干涸 脑袋刺痛 如有针刺刀 脚 他挣扎着仕途 站起 却发现自己骨折了几处 包括左臂 光芒洞开的最大伤口 甚至能看见内部的脏腑 啪 楼城终于爬了起来 摇晃了一下 险些没能站稳 他抬头看去 只见董霸仙同样在尝试 却屡次失败 比自己还惨 这一战还真是惨烈啊 如果我真有轻视不懈之心 恐怕会找了董霸仙的道 被他以弱挑强成功 他刚开始的话语 既是表明决心和意志 也是在悄然示弱 想麻痹我 谁知道 一旦交手 就是一副不管不顾的 拼命三郎打法 还好 我没盲目乐观 依旧重视这位战王 到了最后 都变成菜鸡护镯了 思绪转动间 楼城吸了口气 强忍着做出观想 对董霸仙施展了简化的灵自觉 顿时 董霸仙疲惫上冲 挣扎停止 早就极限的 他只想好好躺着 做出休息 而楼城身心清静 伤口加速如动 有所欲合 轻咬舌尖 对抗着极度想要睡觉的感觉 楼城摩动脚步 来到了以毫无抵抗力的董霸仙身边 看到他的脚尖 抵住了对手的太阳穴 裁判松了口气 举起右手 纵声宣告道 楼城 他缓了口气 嗓音拔高了几分 圣 呼 楼城土出口啄气 眼前又有发黑 一颗颗金色的光点飞窜 让他直冒冷汗 总算 总算拿到挑战权了 而五胜挑战赛 在七月中旬 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恢复巅峰的状态 当然 那时候面对的 也将是百分百的龙王 听到裁判的声音 网络相关板块 顿时沸腾 一条条新闻 一个个头条 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 不服众望 楼城取胜 天骄之首 李明王早了半年 拿到头衔挑战权 连续挑落五胜和麒麟 楼城的淘汰赛 第一十之名归 他有望在七月份 拿到自己的第一个头衔吗 七月龙虎 内战 这些赞美标题之外 也有不少表示失望的人 可以预见 七月份的五胜战 将非常无趣 我不是轻视楼城 他的未来 绝对有着多个头衔 但现在的他 还嫩了点 本次拿到挑战权 更多是运气的因素 这样的他面对 好争以侠的龙王时 几乎没有胜算 相比价言 若是董霸 先去挑战 好歹也有三成的可能 好吧 就让我们以祝福的心态 去看待这么一场 没有悬念的比赛吧 楼城没关注网上的评论 因为正在进行伤势的处理 等到右手空了下来 他忙回复了严哲科 得意笑道 你回国后 现场看的第一场比赛 应该就是 我和龙王的五胜之争了 严哲科推了下墨镜 上有光芒闪现道 你这是在邀请我吗 当然 楼城含笑回答 闲扯几句后 女孩放下手机 抬眼望向了 电脑屏幕上的资料 她眼眸上转得想了想 在旁边装饰用的日历上 翻到7月 找出12日 接着拿起钢笔 于该处画了个圈 进行标记 在此之前 则是她回国的7月5日 深深看了日历一眼 严哲科吸了口气 自我古镜般轻晃了 拳头 然后投入了学习中 在医院躺了好些天后 初步恢复的楼城 返回了龙虎俱乐部 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根据坊间传闻的龙王性格 和自己日积月累的观察 这位顶尖外纲 确实对挑战者心胸狭窄 冷漠已对 不会有半点好脸色 更别说锤打锻炼了 之前的自己 还不够资格享受这种待遇 但如今已是拿到了 五胜挑战权 龙王的态度 也许大概可能会发生变化 换好衣物 楼城不如外纲练习场 正想进入 专属于自己的那部分 却看见龙王陈其涛 一席藏青地立在前方 面无表情 威严昭著 伤怎么样了 陈其涛不见波兰的低沉问道 好的 差不多了 能进行锤炼了 楼城斟酌着回答道 陈其涛微不可见地汗手 接着指了指胡边 恢复了 就开始对练吧 啊 好的 楼城先试一喜 旋即满心疑惑 龙王这态度 和我预料的不一样 他这是转性子了 可俗话说得好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难道他还是觉得 我不够资格 能稳稳甚我 这么一想 还真有点失望啊 此时 陈其涛已被过手 转身走向了外面 楼城忙 收敛心思 脉步跟上 下意识摸了摸嘴角 莫名有点不知从哪来的疼痛 第十三章 回家 各自忙碌中 一天天倒数理 五月终于过去 六月也行将尾声 严折科换好衣物 拿上背包 向着卧室门口走去 领导离开 他又下意识回头望了一眼 望向那座有标记的日历 就快到了 而且最忙碌的事情 已经完成 剩下就是些手续的问题了 女孩收回视线 走了出去 脚步轻快地沿着楼梯往下 他坐上渡研的车 来到康城校园 这里绿化极好 树木遍地 很多道路颇有风味 走在其中 看到这一切 颜折科呼地发现 自己有好些日子 没关注身边的风景了 忙忙碌碌 连轴转着 每一分每一秒 都舍不得浪费在 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而现在都结束了 又轻松了 他嘴唇渐渐抿出甜美的弧度 右脚轻盈踏前 刻意落在了左脚正前方 紧接着 他左脚也做出类似动作 慢悠悠走成了一字 身体时而轻晃 仿佛在虚拟着一个 无形的平衡幕 就这样 女孩进入了 道路尽头的一栋幽静小楼 敲响了导师办公室的门 上午好 费尔曼先生 您找我 他的导师费尔曼 已经八十 脸上有着众多的皱纹和老人般 但精神还算绝朔 并没有同龄人常见的眼神浑浊表现 椅子转动 他看向了颜哲客 双手交我隔于胸前 微笑道 索菲亚 真地不考虑继续吗 这两年来 你展现了卓越的天赋 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你严密的思维 敏锐的观察 以及读到的见解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 是的 学位只是表现 不一定重要 但你才刚打开这个领域的大门 还有那么多的宝藏 等着你去探索 去获取 留在这里 你能更加深入地掌握 也能有实际接触前沿事物的机会 我相信 整个世界 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你的 一位世界级的大师 一位带出了诸多经济学奖 获得者的大师 给予自己如此高的肯定 让颜哲客 有种收获般的满足和欣喜 他轻咬了下嘴唇 眼眸网上看了看 沉默 片刻厚道 费尔曼先生 很感谢您的认可 这让我非常激动 成为这个领域佼佼者 一直是我的梦想 现在也没有改变 但它与外在没有关系 仅仅是我私人的爱好 我会继续下去 但不是在这里 也不是非得在这几年 既然已经打开了大门 那我希望用一生去探索 去研究 慢慢享受 就像品尝一份美食 也许我会回来 再做短期的访问学习 但不是现在 希望您不要介意我时常发邮件 向您向大家提问 或是进行探讨 地球只是一个村子 在哪里并不重要 费尔曼缓缓点头 好吧 他等待几秒 再次开口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炎哲科离我引线 浅笑回答 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费尔曼没再提这件事情 示意女孩可以出去了 炎哲科转过身体 缓慢离开小楼 此时外面阳光正好 味儿不热 一地金灿 他心情沉淀而凝合 但内部一袭有泡沫 在咕噜 豁然 他想起了一句歌词 忍不住无声哼出了他的旋律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阳光明媚的上午 楼城做好伪装 来到了花城黑水机场国际到达厅 今天是小仙女回国的日子 煎熬的异地练行将结束 想到这些 楼城就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 喜悦和激动 要不是为了准备几天后的无声战最终决赛 他都想动用下半年的机会 直接飞过去接人 松大和康大的这个共同培训计划 相当于本朔联读 能拿两边的学位 当初科小科同学 想将周期缩短至三年 结果未能如愿 因为课程本身就已经安排得很紧凑了 因此 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 真的是相当漫长 而这一切总算到尽头了 楼城思绪分成 难以平静 时不时低头看下时间 看下航班情况 看下怀里抱着的那捧鲜花 我刚才脑子一定是抽了 怎么会想着去买一大捧花 这么抱着等待的感觉好傻 楼城忍不住吐槽了自己两句 可转眼就被回忆给淹没了 当初的送别还历历在目 小仙女不再强忍泪水的告白 清晰地仿佛昨天 云层之上 飞机高速穿行 这样的旅程里颠簸在所难免 严哲科戴着眼罩 翻来覆去 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突然 颠簸一下聚恋 航班似乎被 强推着横移了一大截 不少人 发出尖叫 未曾收拾的咖啡 食物等东西 到处乱飞 严哲科获地取下眼罩 双掌抓住了扶手 心里有明显的 紧张上冲 对他来说 这不是正常的反应 因为他一向标榜自己不怕死 出生先天不足 从小体弱多病 在十岁前 真的是隔三差五就进此医院 死亡时而触手可及 这样的成长经历 让严哲科觉得自己看淡了生死 觉得不过如此 不过是必然的归宿 没什么好怕的 所以 他不恐高 不怕蹦极等极限运动 不怕坐飞机时的意外变化 可现在 他难以克制自己的忐忑和畏惧 而且类似的情绪 随着颠簸的持续越来越严重 因为好不容易才结束了求学的历程 异国恋即将圆满 因为新的人生新的阶段正要开启 因为机场有个傻乎乎的家伙 还在等着自己 不怕死亡 但怕遗憾 双手越抓越紧 轻筋突显出来 严哲科几乎听不见广播的安抚 脑海里 一半是担心和害怕 一半是理智却慌乱的思考 如果飞机坠落海里 以我的实力和异能 应该有不小可能活下来 到时候 橙子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来搜索 那他不就错过无声站了 这个时候 还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做什么 如果真出问题 我该怎么自救 他念头电闪中 航班终于平稳了下来 机舱内一片狼藉 呼 严哲科吐了口气 紧绷的肌肉和筋膜一下放松 精神一阵疲惫 他往后靠住 油然想到 要是橙子知道 我因这是害怕了 哼 肯定会笑话我 不知过了多久 飞机终于抵达 降落地面 满心疲惫的严哲科 带着残余的紧绷 找出行列 来到大厅 他还没来得及转动眼眸 就看见那熟悉的家伙 正傻乎乎捧着一束花过来 故作温润自然地笑道 走 回家 残余地紧绷一下 消散 严哲科的眼前忽有模糊 他伸手过去 抓住那捧花 微抬下巴 暗藏着些许哽咽道 哼 是姐姐领你回家 回家真好 第十四章 一场聚会 七月十二日 晚上六点 和西市丝绸之路大酒店 楼城站在镜子前方 微笑看着严哲科帮 自己整理衣领 抚平折皱 好了 多帅气啊 女孩上下端向了 急眼 双手一拍 满一点头 楼城望向镜中的自己 只见武道福 白色为底 透出年轻的气息 黑色座边 稳重暗藏 与本身的气质相得一张 让不算英俊的脸庞 也显得颇为耐看 他哑然失笑道 不要没这良心夸我 我从来是以内涵取胜 不靠肤浅的长相 扑 严哲科被他逗笑 皱了皱挺翘 可爱的鼻子道 没听说过 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还是说不相信你媳妇的眼光 没等楼城回答 他轻推了自家老公肩膀一下 你该出发了 去酒问馆 好好调整状态 叔叔阿姨 那边有我吗 不用担心 武圣战是最早的头衔赛 保留了不少古代的决斗习俗 比如最终战 就是一场定胜负 基于这个原因 手握着好几个贵宾包厢名额的楼城 组建了亲友团 包来回和食宿 嗯 楼城一边走向门口 一边轻笑道 叔叔阿姨 又忘记该叫什么了吗 等武圣战结束 趁两家人聚在一起 正好可以讨论讨论婚礼的事情 怎么有种 你在立弗艾克的感觉 颜哲科横眸看他 打去了一句 仿佛那戏台上的老将军 浑身插满了旗子 债多了也就不愁了 楼城自我调侃道 就在他拉开房门 准备出去时 呼得被女孩拉住 颜哲科凑了上来 点起脚尖 在他唇上亲吻了一下 然后重新站好 凝望着他笑道 加油 说到这里 楼城寒笑挥拳道 随即他踏出了房门 如同远征的将军 刚走两步 突然又回过头来 调侃笑道 记得叫爸妈呀 哼 颜哲科微扬脑袋 望向了旁边 一秒钟后 他又转了回来 离窝浅县地 目送楼城进入电梯 等待了一阵 颜哲科收拾好别的物品 来到酒店大堂 没过多久 就看见楼家两口子 在齐云飞陈小小等小一辈 陪伴下走了过来 穿着隆重的 像是要去参加婚礼 等我和橙子办酒席 也差不多是这样了吧 颜哲科名谋上转 思绪飘飞 胡思乱想奸 他迎了上去 脱口出 道 爸 妈 话音未落 他已然呆住 经过四年的留学生涯 他早不是那个 动辄害羞的小姑娘 可此时此刻 依旧瞬间 战红了一张俏脸 完了 被橙子带沟里去了 丢死个人 我不要带这里 我要回去 看见楼智盛和齐芳等人 错愕里透着好笑的表情 颜哲科只恨地上没裂开一道缝隙 供自己躲藏 他连忙回响 做高峰论坛 演讲时的感受 强行稳定下来 观想出零自觉 然后装作刚才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微笑道 叔叔 阿姨 车就在外面 我们出去吧 楼智盛和齐芳互相看了一眼 揭露出慈和的笑意 叠声回答道 好好好 上了车 颜哲科颇有 亡顾左右而言他的风采 拉着齐云飞 陈晓小马西 聊个没完 时不时借助他们的话题 让楼家两口子能够插嘴 不会产生被忽视的感觉 二十来分钟后 酒问馆抵达 女孩领着他们 从贵宾通道进入 来到包厢 看着周围来往的 脸书的外缸抢者们 齐芳呼地拉了下楼智盛 帮我看看 衣领梦好没有 背后有没有线头 出来 真是的 紧张什么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楼智盛笑了一声 故作寻常地打亮道 没问题 这时 他瞄了眼外面 指了指自己道 我是全部扣着好 还是敞开一点 好 你不是不紧张吗 齐芳笑骂出声 这是礼貌 礼貌 楼智盛强撑着回答 接着压低嗓音道 等下哲科他爸妈 也要过来 我们得给橙子长面子 就你行 齐芳说 归说 却又一次审视起自己老公 甚至不放心地拉过 齐云飞陈晓晓等人 让他们提供客观意见 言哲科已是单静 慕名又耳聪 哪会听不到公公婆婆的低语 他忍着笑 刻意去外面迎接自己的亲戚 将包厢的空间留给了他们 吹着晚风 等了几分钟 他便看见老爸颜开 和太后纪明 玉手挽着手过来 恩爱的仿佛新婚未酒 外公姥姥呢 言哲科疑惑问道 去找老朋友们聊天了 纪明欲笑音音回答 他们怕小罗爸妈太局促 太有压力 也是 言哲科松了口气 眉眼舒展开来 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 先是知识 我们从康城提前回来 自己偷偷摸摸 见女儿浮现笑容 纪明欲脸色一变 称骂了几句 换来一阵撒娇 而在旁边的包厢内 蔡宗明含笑看着前室友赵强 张敬业 邱志高 前队友李茂 孙健 何子 以及边外成员严小林等人道 这哪里像是来看比赛 简直就是老友聚会嘛 就跟在参加场盛宴一样 就在这时 门口又进来几人 卫手者 一个胖乎乎的 长相和蔼 一个身量极高 气息内敛 有几分收的味道 正是蒋飞和秦瑞 剩下两位看样子 则是他们的女朋友 望着一房间的陌生人 蒋飞呼得有些局促 虽然他认得 出来蔡宗明等舞蹈社成员 声音一下消失 气氛变得安静 饮有几分尴尬 但有的人天生就适合这种场合 蔡宗明靠拢过去 笑容阳光地说道 蒋飞吧 秦瑞 我常听成字提起你们 对了 忘记自我介绍了 蔡宗明 可以叫我嘴王 隔阂 就此被打破 有楼城做联系的纽带 有小明同学当中间的润滑剂 大家年龄又相仿 很快就聊得不错 让气氛重又热烈 门外的郭道上 林雀白衣黑裤 双手插兜 气质清冷地醒来 他看了眼两边 亲戚所在的包厢 又望了望有蔡宗明等人 声音传出的地方 毫不犹豫地 推开后边的房门 安静坐到角落里 似乎依旧是 松大武道社的一员 天色见黑 观众们加快了 寻找各自座位的步伐 师建国同志 一来到了老友们 所在的贵宾包厢外 他停顿下来 拿出手机 看了眼相册里的照片 无声点头道 嗯 吴光长这个样子 不能忘记了 确认完毕 他悠然从容 一笑 推门入 龙王 楼城 随着观众们越来越多 一声声呐喊开始暖场 让比赛不像决战 倒如同一个万众其乐的节日 当然 记者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用各种手段 渲染着大赛将至的紧张与期待 楼城距离龙王还有多远 据调查 认为 楼城能赢的人 不超过10% 楼城会是将来的五胜 但绝对不会是今天的赢家 希望为零 蔡宗明天引导着话题 边浏览着这些内容 做资料的收集 眼见时间将至 他微笑对李茂蒋飞等人道 我要开始工作了 他从背包里翻出笔记本电脑 弄好各种外设 经过一定的缓冲 开始了直播 各位 是时候让你们 见识下酒问馆的贵宾包厢了 专属休息室内 楼城睁开眼睛 缓缓起身 走向了门边 哐当 他推开大门 迎着流淌的光辉 一步步向那盛大的舞台行去 刚入场地 欢呼 更烈 楼城挥了挥手 转头望了眼 属于自己的那几个贵宾包厢 那里 有着自己生命中的一点点光芒 他沉下心神 收回视线 转而看向擂台正中 龙王 陈其涛已然站在了那里 身着藏青 腰背挺的笔直 显得威额高大 仿佛一座行将喷发的火山 第十五章 大破灭中大生机 在过去半年里 楼城没和龙王有正式的战斗 但私下的切磋 从来未曾停止 到了最近两个月 十次中 他大概只能赢那么一两回 而且还属于双方同等克制的情况 这意味着 在关键的大场面下 事情还会更糟 外面希望维林的话语 确实太过 绝对太过偏颇 可10%的获胜概率 还是相当贴近事实的 这是顶级强者们的共识 也是楼城的认知 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他就不会沮丧 不会畏惧 将迸发全部的热情 全部的勇气去追逐 去把握 坚定不移 直至最终 这是他本身一路行来所形成的特质 也是在战王董霸仙那里 受到的影响 可以失败 但绝不能认输 一步 两步 三步 楼城心里的情感 如同平缓的潮水般 静静流淌 意志愈加沉明 气势孩儿不发 当他走到预定的位置后 终于抬起目光 直视向对面 以挑战者的身份 那是一张轮廓分明 英俊阳当的脸庞 那是一张让天下强者 十年不敢侧目的脸庞 龙王陈其涛 此时 裁判虽退至边缘 亦感受到了半空里 弥漫的硝烟味道 大战一触即发 正像采用了古老的一场 定胜负规则一样 五胜战最终赛 还遵循着别的传统 那就是 没有对话时间 所以 楼城还没来得及去凝聚无火 提前准备 裁判已瞄了眼高悬的电子钟 抬起 右臂 重重挥下 开始 新一届五胜战最终赛开始 输家无人铭记 赢者加冕头衔 碰 陈其涛续迹的势头爆发 如同横向喷勃的火山 以覆盖浓重担子的右拳 为车头 强行拖着身体 越过三十来米的距离 轰向了楼城的面门 既快又忙 这不比董八仙的顺步 和前东楼的 迅雷不及掩耳差太多 在气势之上 游游胜过 四周气流急速泛红 仿佛在映照着火海 这一抢一轰 与裁判的话音 环境的变迁 和时光的流逝 似乎融为了一体 再难分出彼此 以至于 楼城明明有时间 有能力避开 却莫明慢了半拍 像是注定如此 但在陈其涛的这种牵引下 他精神战力 身体仿佛受到了刺激 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状态突破以往 攀至新的巅峰 这就是顶尖交锋 带来的底力相长 真奇妙啊 高手过招 瞬息必争 楼城这么一慢 已是失去了 闪躲的最好时机 只能平一念头 沉下腰部 搅动全身肌肉和筋膜 抖出右臂 炮弹般打出拳头 以攻对攻 因为在火不绝学的各个方面 都差了龙王半仇 他没有一笔之短攻敌之长 而是催化兵破 行相克之势 然后于一拳拳里 累积炎地 蓄气开大 电光石火之间 他已是确立了后续的策略 碰 拳头碰撞 火光四溅 但绝大部分的担子 遭遇了冰封 在融合或撕碎这一切时 耗尽了自身 暗淡熄灭 甚至有几篇泛着紫色的 剔透雪花 在半空飘荡 啪 陈其掏腰被舒展 以极其霸道 极有侵略性的姿态 再次轰出一拳 仿佛火焰的燎原 啪啪啪 砰砰砰 一连串的狂攻里 楼成脱身不得 只能被动防御 但他半点不显惊慌 冰心自宁 神异沉淀 以一拳又一拳的 冰魄回敬 冷热相冲之下 薄雾弥漫 宛若仙境 啪啪啪 砰砰砰 在四周火光 越来越盛时 楼成呼的开口喝了一声 左拳在肌肉骨胀里 崩打而出 他的炎地径 以蓄积至极限 一层淡子燃起 沉重覆盖 看似值得少雪 却是数不清的炎地 压缩而出 若是直接爆开 能将方圆十米 移为平地 挖出坑洞 陈其涛脸色 未有任何改变 半垂着的左臂 一下绷紧 反抡了出去 周围燃烧的火焰 像是受到召唤 瞬间疯狂而来 聚集于一 有赤白大亮 这是五火九转的 高阶应用 轰隆 一道昼光亮起 让转播屏幕 只剩一片白芒 紧接着 烟尘伴随着火焰 膨胀开来 化作一朵 蘑菇般的云彩腾空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直到此时才回荡开来 当早就做好准备的观众 亦出现了脑海的翁龙 让不重要地方的 普通玻璃 咔嚓破碎 恐怖的冲击波浪 还未缓和 陈其涛逸 承受着一定损伤 破开重重阻碍 如同行走于 枪林弹雨中的士兵 再次欺击楼城 又是一番侵略如火 他就那样挡下了 楼城的叙事大招 啪啪啪 砰砰砰 楼城接连变化了几种手段 依旧未能摆脱 不管是炎帝冰破的叙事 还是妙之豪颠的短打变化 一火无火的初步凝聚 都被龙王陈其涛 以本身的火部狂猛进攻 强势破掉 充分展现了什么叫 一粒将实惠 眼见局势越来越不利 再一次肘击对拳头的碰撞里 楼城呼得失去重量 像是断线的风筝 主动倒飞了出去 身还在半空 暗藏炎地的 以三次爆发 助他连续三次变相 以求摆脱 然而龙王陈其涛 也是火部外纲 类似的手段 精纯由盛楼城 跟着前扑变相 游刃有余地锁定着对手 未被拉开距离 就在这时 楼城提表兵精 炸现 有所覆盖 而他借此 压榨出新的火镜 再做爆发 碰 他体内有微小声音传出 身躯在其事已尽的 强弩之末情况下 又一次诡异转折 斜斜弹开 四段变相 这是楼城 以本身宇宙星空流特点 柔和火部功法的成果 打破了外纲 只能三段变相的天花板 这也是他今天的底牌之一 眼见龙王 似乎以无能为力 楼城的眸光 护得凝固 因为陈其涛周围的点点火光 不知什么时候 已凝聚成团 碰 这团火球爆开 给了 龙王新的变相推动 让呼啸着扑了过来 这 他距离禁忌真谛不远了 一宗步伐被打断 不得不再次落入龙王压制 再次面对了那千百拳千百腿 啪啪啪 砰砰砰 他用尽了底牌 依旧未能扳回局势 渐渐只能苦撑待变 看台上 包厢里 严折柯 齐方 纪茗玉和蒋飞等人 都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双手或紧紧交握 或捏成了拳头 虽然他们的理智都很清楚 楼城今天赢的可能确实很低 主要是来见证 他的第一场头衔决赛 享受这份热闹 可当战斗正式打响后 难免还是有点侥幸和期待之心 期待着一个奇迹 然而 百分之百状态的龙王 再次昭示了 什么是绝代双交 什么是龙王和武圣的时代 看起来 要不了多久 楼城就会吞下失败的苦果了 而他的手段已明显用尽 就像在听着倒数之声 观众们的呼喊 已安静了下来 砰砰砰 啪啪啪 随着精神被灼痛 随着火焰的侵蚀 楼城硬尖发 深周边的幽暗 有无垠 冰冷 寂静 孤单等感觉 宁如实质 这片幽暗深处 喜爱 怜惜 守护 活下去的执念等 情绪化作一轮轮恒星 照亮了周围的寒冷 黑暗与寂寞 这是楼城愈发完善的意境 用以抵御龙王那燎原大火的 蔓延 巅峰状态的龙王 一拳一脚尖 都能带上些许意境 啪啪啪 砰砰砰 霸道 蛮横 试炼 恐怖等感觉熊熊燃烧 随着陈其涛侵略如火般 拳脚攻击缓慢 而坚定地吞噬着楼城的宇宙 幽暗开始倒卷 璀璨被积压得越来越近 楼城的精神 意境慢慢收缩至 指得身外半寸 之后再来两三下 就会被打回原形 碰 火山喷勃 火焰伴随着拳头凶涌至 楼城身体略显摇晃地 勉强架住了龙王的拳头 但本身的意境 却彻底往内坍塌 蜷缩 璀璨连成一体 越发凝缩 黑暗反卷包裹 要将它们吞噬吸收 同归于无 宇宙的末日来临了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楼城似乎受到该幅画面的牵引 呼得想到了帝都那四合小院 想到了美老乡房内悬挂的那张图卷 想到了那尊原始天尊香 想到了进步欲清天 想到了那洁白如玉的手掌 暗落而来 星空宇宙越来越小 越来越凝固 恒星随之一轮轮破灭 黑暗更是急速收缩 归于一点 然后喷勃开来 四分五裂 这和现在是多么的像啊 楼城呼得领悟出了什么 没再去管导卷归一的 黑暗 尽力 心神等豁然内缩 加入了那点点凝聚的璀璨 加入了那热爱 喜悦 怜惜 守护 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感觉 刹那之后 黑暗吞没了璀璨 凝卫了一点 但那一点里 却有刺目的光华爆发 碰 随着光芒的迸发 楼城打出了人生最巅峰的一拳 这不仅是破灭的一拳 也是开辟的一拳 大破灭中大生机 这才是进步欲清天的神髓 一切破灭 新物诞生 龙王陈其涛的眸子 完全被那洁白如玉的拳头 占据满了 但他没有惊讶 反倒借助这个刺激这种牵扯 燃烧起了本身的精神 豁然之间 他从一座座火山化 为了一轮真实的大日 沉重 高温 恐怖 碰 大日坠落 拳击虚空 两个拳头撞在了一起 天地仿佛有了刹那的凝固 轰隆隆 九温馆仿佛遭遇了地震 剧烈摇晃了几下 这一次 没有蘑菇云腾起 没有风浪和火光席卷 但楼城和龙王 却同时矮了一米 以拳头为原心 场地 塌陷出了一米深 二十来米直径的坑洞 楼城毛细血管 破碎了很多 身上衣物 撕裂出诸多破口 体无完肤 他身体一阵空乏 既欣喜于自己能打出 那样惊天动地的一拳 也沮丧于本身衰落严重 龙王若是在攻 怕是挡住几拳了 就在这时 他却看见陈其涛立在那里 气息深藏 生机微弱 而 与此相对 他的四周虚幻火焰滚滚 赤红 与弹子卓人 机会 念头一闪 楼城没去想 为什么 猛地回缩气血 勾勒出最后一次的斗字 接着喷勃丹静 跨前一步 抢到陈其涛身前 一拳轰向了对方的脑袋 层层无形的火焰 自发凝聚 楼城的拳头 越是靠近龙王 越能感受到强大的阻力 但这一切与斗字绝相比 还显得较为弱小 仅能延缓速度 一秒钟后 楼城的拳头 落在了陈其涛的脑袋旁 停在了那里 没再受到别的阻碍 他恶然抬头 望了过去 只见龙王的眼眸里 失去了瞳孔 只剩一片火海 让人感觉异常真实的火海 火海映照鱼外 淡紫 赤红 淡蓝 金黄等纷飞化云 刹那之间 楼城莫名了然了龙王的状态 他借助我那一拳的刺激 与催化 燃烧自我 超出限度 终于踏破了真正的人神之别 打开了禁忌领域的大门 因为突破是过程 不是节点 所以他说了 这个时候 火云呼的扩散 将整片场地都化作了燃烧的海洋 但楼城却没感受到一点高温和灼烤 他们是如此真实 又是如此虚假 就像美老那座永远如春的院子 看着一幕 某处包厢内的五圣前东楼 脸色忽然变差 似乎某个笃定的胜利 被出乎意料地夺走了 陈其涛抬起头 望向那里 嘴角勾了起来 接着回看楼城 轻轻点头道 做得不错 这是楼城第一次看见他 如此明显的笑容 说完 陈其涛转过身 甩掉破碎的鞋子 斥着双脚 挺着腰背 一步一步走出了酒问馆 一片安静里 裁判终于回过神来 半叹半楷 举起右臂 高声喊道 楼城 圣 观众一醒悟过来 纷纷鼓掌 继为龙王 也为楼城 片刻之后 聚光灯照在了楼城身上 组委会负责人 用话筒喊道 先别管其他事情 让我们欢迎新一年的五圣 五圣楼城 五圣者 五中圣者 第十六章 时来的专访 尾声 小清新布置的直播间内 一席之信 集席群的书蕊 看着对面的楼城 燕然笑道 我总算等到这个专访了 他本来想说 你拖得实在太久了 但五圣两个字印入心头 又下意识改用了 更加委婉的说法 楼城 没像一般舞者那样 坐姿如钟 而是舒适地往后微靠道 没办法 得专心准备五圣站 好吧 嗯 今天我们是网络直播 没有延迟 没有剪辑 你如果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大家立刻就能听到 再也收不回去了 所以 考虑清楚哦 舒适半是打趣 半是提醒地说道 楼城寒笑点头 那我要三三后行了 舒适手中拿着一叠纸 似乎是采访提纲 但他看都没看一眼 只当那是装饰 首先 恭喜你成为五圣 他笑容阳光地说道 那一战后 网上和线下对你的评价 又有拔高 充满了一美之词 什么未来 将是一超多强的格局 什么已达到龙王 和五圣的层次 什么众神时代之王 什么日后的最多头衔者 对此 你有什么想表达的 楼城想了几秒 坦然回答 刚开始看到 确实蛮得意的 见舒蕊失笑 他摇头感叹 这是人之常情吗 不过 这确实将我拔高得太厉害 我至少还得好几年 才能达到龙王和五圣之前的层次 现在与别的超一流属于同类 我不怕 他们 他们也不会怕我 而等到好几年后 别人也可能接近 龙王和五圣之前的层次 比如那时 还未到半百的麒麟 和斩神刀 比如三十左右的冥王 比如有着自己想法 自身道路的彭乐云 和人力他们 舒蕊眼眸转了下 没吝啬赞美道 但我相信 你会是其中最闪亮 最耀眼的那个 谢谢 楼城只能如此回答 舒蕊思索了几秒 就着刚才那个话题 往下深挖道 我可不是空口说白话 你打败龙王 啊 助龙王突破的那一拳 真的是石破天惊 惊世骇俗 无与伦比 我想 除了五圣之外 现在的超一流强者们 没谁能正面挡下这一拳 楼城摇头失笑 首先 再强的招式 打不中人也是白打 挡不住可以躲吗 其次 我也不是随随便便 能用出这一拳的 必须天时地利人和戒备 他说的较为含糊 没具体去讲其中的因素 毕竟压箱底的手段 还是不能让别人了解 太多 能打出那一拳 更多在于龙王恐怖的压迫 他从精神到拳脚 以外再致力助自己 彻底完成了凝缩 我拟出真正归于一点的场景 没有这个 光靠自身 怕是得五六年后 才能主动完成 另外 龙王能配合得这么好 一是他对自身的宇宙星空流 相当了解 二是他参悟进步预清篇 已久 换作武圣 估计得更麻烦 更多周折才可以办到 甚至未必能行 而别的超一流 怎么可能苦心几率寻求失败 只会刻意避免类似事情 也只有这天时地利人和戒备的一拳 才能打败那样的龙王 舒蕊附和赞同 没再多问 转而笑道 经过这两年的见证 很感兴趣 非常向往 听说你也有开宗立派的心思 嗯 不是自立门户那种 我代表所有的观众 用句台词来表达心情 那么 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楼城沉吟了下道 我会把基础部分 给予冰神宗 和龙虎俱乐部的武校 等有好的苗子冒出 或许 或许我会收图 嗯 真是让人期待啊 舒蕊感慨道 可惜 我年纪大了 没法再去练武 也不算啊 楼城客气了一句 顺手推广着自家媳妇的盘算 而且宇宙星空流改一改 能用来养身美颜 真的 舒蕊脱口而出 楼城笑了笑道 咱们不看广告 看疗效 到时候会有类似的东西出来 嗯 这主要是我媳妇改的 舒蕊 眼睛都要红了 只想问成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她就此调侃了几句 说 广大女性同胞 巧手以待 接着笑迎迎道 媳妇 叫得可真亲热啊 都不成女朋友 改叫媳妇了 快结婚了 对 结婚证都领了 就插办婚礼了 在十月份 楼城将自己的喜悦分享了 出来 双方家长商订婚期后 楼城和颜哲苛隔了几天 便告诉他们 已将结婚证领了 当然 他们没说是 什么时候领的 齐芳等人 只以为是婚事谈妥后 做的 恭喜恭喜 大灯科加小灯科呀 舒蕊将白纸放于大腿上 用舞者的礼节制意 不等楼城回答 她饶有兴致地问道 你们想办什么样的婚礼 更现代 还是更古典的 相对更古典一些 但没有什么红盖头之类的 楼城 坦然回答 非常期待那时的场景 舒蕊一拍双手道 闲聊般的访谈 持续了一阵 舒蕊想起仪式 笑意盈盈道 你一直说 龙王是你的偶像 打败偶像的感觉 怎么样 很复杂 有点宿命感 我师父曾经说过 对偶像最大的致敬 和尊重 就是挑战他 击败他 楼城斟酌着回答 那除了龙王 还有谁是你曾经崇拜过的舞者 舒蕊好奇问道 楼城没有隐瞒 晚灯梁亦凡 当时就想着像他一样 大气晚成 可惜 你英雄出少年 舒蕊打去了一句 思索着道 梁亦凡曾经说过 很遗憾 去了松大 却没见到刚开始练武的你 楼城轻笑一声道 其实他见过 咦 真的 舒蕊的眼睛 一下睁大 楼城笑了笑道 当时他来松大 我就负责宾馆正门的安保 哼 其实不能叫安保 保安才对 但那时候 我非常不起眼 他应该不记得了 待在家里 边逗孩子 边听直播的梁亦凡 顿时愕然抬头 哦 舒蕊更是兴奋 听起来很有传奇感啊 当时的小保安 只能熬夜 仰望对方的小保安 最终跻身于了对方那个层次 还打败了他 网上亦是激烈讨论起来 大家都相当的亢奋 谁不曾幻想过类似的事情 说完梁亦凡之事 舒蕊缓了口气 打算找点别的话题 平意一下 偶城 不 无盛阁下 我上次做走进外纲节目时 发现你更多的爱好在网上 会不会逛自己的粉丝论坛 会 楼城言简易改 舒蕊笑一鸣 再问 那作为龙虎的义云 曾经的粉丝 会不会逛龙虎俱乐部 和龙王的粉丝论坛 会 楼城没做隐瞒 论坛上 卖呀 卖馄吞握拳机长道 我就说嘛 他们会经常来看的 完了 我曾经黑过他 会不会被一拳龟系 有人半开玩笑道 我怕是要被火葬了 众人 议论纷纷间 舒蕊追问道 那你有注册账号吗 密称什么 能告诉我们吗 啊 楼城低笑一声 回答道 薛定乐的虎 啥 论坛呢 卖呀 卖魂疼姑娘惊恶出声 蛤 瓜 什么鬼 一片片震惊至呆愣的话语 冒了出来 专访结束 楼城 坐上自己的商务车 返回了位于 霞佩湖畔的自家别墅 他通过扫描 按上指纹 打开了大门 府一进入 就听见炎哲柯问道 橙子 这一身怎么样 我打算婚礼的时候 穿它 楼城抬眼望去 只见自家媳妇 穿的是黑底红颠 大气典雅的汉潮服饰 在明镜光芒照耀下 美得仿佛花卷里 走出来的人 豁然之间 他仿佛回到了大衣那年 在武道场馆 远处 遥望着身披阳光 一袭红白汉服的对方 楼城嘴角上钩 低笑回答道 仙女 去年元夜时 花式灯如晝 完本敢言 本来打算先说下这个结局 但不知道该 从何开口 那还是想到哪说到哪吧 武道 怎么说呢 在成就外缸前 是一直在走高的 我也显得很开心 无论日常 感情 还是打斗 人物 都突破了过去 有 嬉笑怒骂 粗茶淡饭 都成文章的感觉 尤其情绪的表达 更是有几分白描不然 自然而然的味道了 热血 温馨 甜蜜 豆穴 范儿 初恋的滋味 纯粹的心情 一点点 变强超越以往的期待 都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 但成就外缸以后 开始变得艰难 正如之前请假条里说的那样 铺垫了那么多的东西 不可能也没办法改变 画风 不去重点写类台赛 而写这个 就会开始单调乏味 开书前 我其实有预料到 这种情况 预设的解决方法 就是转为群向 提高胜负悬念 以及用战乱地区的任务 来冲淡重负感 可是 想的时候 总是很美好 真是到临头 我才发现自己低估了问题 群向是能解决这个难点 但问题是 没法赚了 都两百万字了 再出来一个个人物 很难再让读者投入感情 因为没有共同经历 没有一起哭 一起笑 而且 到了外缸 我没法再让这样 功成名就的强者 满满的热血 满满的渴求 像个年轻人一样 所以 虽然有头衔和天下第一个诱惑 但人物内在驱动力直线下滑 没了这个 胜负的悬念 也就勾不起情绪的起伏 那擂台赛就会相当无聊 想写群向 必须有动力 有欲求有目标 把大家柔和在一起 没这个 就是一盘散沙 没有可读性 如果真想写群向 就应该从大学武道社 从开始就来 后面已是击中难反 所以 后来我砍了很多擂台赛 加快了进度 可就算这样 第六步也是没法展开 最后那次请假时 我就 决定快刀斩乱麻 否则输的质量 会下滑得很厉害 当然 支押没了 主干没变 这个结局 本身就是预定的结局 只不过少了不少铺垫 很多地方不够圆润 作为语文阅读理解满分 物 的人 带大家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是预定的结局 还记得楼成打的第一个擂台赛吗 小五胜 从小五胜到五胜 也就是五道的首尾呼应 从第一章的远望汉服 柯柯 到婚礼的那套汉服 就是感情的首尾呼应 这个其实是后来加的 最早预定是这样的 楼成拿到五胜头衔 柯柯回国 在出口看到远处 等待的那个人 就像当初楼成远望着他一样 然后 他走过去 回家 这样的意境 比今天的还好 但我当时脑抽了 把五胜战决赛 定在了七月中旬 时间点扣不上了 只能调整 还好 经过长久的推敲 这个去年圆夜时 花式灯如皱的感觉也不差 人物方面 受近网和擂台赛 删减的关系 后面没能很好达到预期目的 我是设定好三关后 一点点白苗楼成和柯柯 最开始的青涩 懵懂 小心翼翼接触 都是很真实很美好的 在之后 感情里相处 难免有那方面的味道 柯柯从羞涩忍让 到爆发出来 选择沟通 我觉得 那是他一下活了的时候 形象才算立了起来 后面的不放弃自我 两人因相二更美好 不失去灵魂的独立 则是深化 我原本是打算 在职业擂台赛展开后 借助一国恋 将两人各自的遭遇 和小细节的磨合展现出来 让人物更丰满 更灵动 比如楼城的境遇感 比如磕磕看似柔弱的面貌 和坚定内心的对比 可惜 静王把很多铺垫弄没了 擂台赛的大幅度删减 也让日常不得不跟着减少 否则就 头重脚轻了 让我想表达的 只出来了一部分 不尽如人意 嗯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温暖的故事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回忆 带来不自觉的微笑 新书我在舞蹈前就说过了 虽然这一年 又多了两个详写 也觉得不错的脑洞 但都不如他强烈 还是按部就班来吧 这新的两个后面也会写的 慢慢来 不着急 新书大概是这么个画风 蒸汽朋克 维多利亚时代感 隐藏的神秘 似我的奋斗 以悬疑揭秘为一大特点 柔和些类克苏鲁元素 嗯 我会自己做设定 只是 其中一部分的惊悚恐怖风 比较类克苏鲁的味道 只是一部分 所以不要期待看到阿总这些 总之 画风有点像仪式里的 旧日宇宙世界 当时 已经有这本书的想法 仪式又需要原创副本 于是不知不觉有点体现 当然 具体都是大改过的 又是不一样的题材 不一样的感觉 又是新的挑战 明年4月1日 神秘开启 啊 这次休息比较久 因为中间有个过年 另外 还得码存稿未还债 7章 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去看 我要准备的充分点 这4个月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 公众号 说完本后 就有空隙更新它了 翻外看情况 有灵感 或许会写一点 然后隔三差五会和大家分享 比较有趣的东西 比如 我曾经有过 但已经不列入 写作计划的脑洞 说到这个 其实最初 我是有预备五道翻外的 比如禁忌的设定 师父的伤 龙王答应的请求 其他国家 面对华夏强势的合纵连横 因为和正文化风不同 所以打算作为翻外来处理 但现在 得调养身体 而且该甜的都甜了 复仇的味道 也几乎没有了 所以还是好好休息吧 欢迎关注 我的公众号 VUZ1985 您后天和大家分享脑洞 更多精孝小说 尽在尽叫把下载 http3w.jinjoba.com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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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